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他在民国97年到102年期间 曾在政大法学院修读 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母校来演讲 他说现在小爱爸爸比谢国良还有名 他现在的政策出发点都是为了下一代考量 希望把基隆打造成有爱的家园城市 他把基隆当成自己的家 把市民当成家人 因此要推动干净家园 行人友善 道路环境改善等等 这不是什么大建设 这个也不是什么能够告诉大家说 我现在做了一个东西很了不起 然后是全台湾唯一有用 没有办法 但我觉得这个却是我刚刚提到的家庭城市 就是我把基隆看作一个家 然后我把市民看作是我的家人 你会希望你的家人住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你就要努力去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谢国良也特别提到目前讨论度很高的青年电动机车专案 不仅可以优化通勤环境 透过政府补助 让年轻人还可以公益回馈社会节能减碳 那我的第一个硕士是在MIT的管理学院 Slow念的科技管理学的硕士 我很了解大厂它的一个大量生产的 这个生产的单价是可以被降低的 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这样政府补助多一点 然后大量跟大厂来溢价 然后把一个这个百分之一百的这个电动机车价格 能够砍到百分之四十五十或六十 谢国良也强调因应基隆多余的天气 市府将使用率偏低的空间打造成室内儿童乐园 让儿少轻盈族同乐 那我很喜欢共融这个态度 我很喜欢把一些特殊孩子跟一些正常的孩子 在一个我们计划好的环境让他们共融彼此去学习 尤其是让正常的孩子要有同理心 照顾一些特殊孩子 我也希望在校园里面看到初中高中的年轻朋友 可以看到原来就在一个校园空间里面 有长辈我们要照顾 或者是有很可爱的孩子我们正在托育他们 所以我觉得共融是我这辈子很努力 不是那一辈子 就是说在我这个任内很想去打造 所以我会很努力的把这些照顾的环境去把它落实 同时也引进产业并增加就业 推动三大园区产业升级 创造工作机会 让优秀青年回乡就业 靠着台北延伸过来的这一段 我觉得未来我们要大量的发展 所以我跟各位也报告一下 虽然说我嘴巴有在念这一句贵 然后并不是说你说多少我都要那个 但我心理上还是要盖这个捷运 因为我知道捷运这周边做大量的发展 这个是对基隆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策略 基隆带向的方向就是你唯有新的发展 短期拼生活长期拼产业跟就业 其实是我的很清楚的两个策略 就是长期来看 我也希望小爱长大以后 在基隆就有很好的工作 有一个很 不只是好的工作 而且一个完成的职场生涯的 一个培养的一个 一个产业圈跟供应链 可以让他们觉得在这边是有未来的 现在即便在基隆有一些工作 可他不一定能够一直往上 最终到一个程度 他还是要离开基隆 那这个就是因为基隆没有那些产业的聚落 没有那些就业的基地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